是現在或以前 大學生為了省錢 會分租房子 我想是很普遍的事 但是當時候在大學時代 我們那個時候是 四個人分租三個房間 在同一個時間裡面 我跟另外一個陳大的學姐 跟他分租 所以跟他上次發生事情的 事件不能類比 分租的狀況不能類比 所以我覺得就是呼籲學長 你還是自己說清楚 講明白誠實以對 不然在東扯七扯 只能扯出更多 也沒有辦法說明 整個事實的真相 所以不要再扯其他的事情了 這是我的感受 那個公寓裡面有三個房間 一個主臥室 兩間雅房 我跟另外一個學姐 我們分別住了另外兩間雅房 一人一間 主臥室就是 我的學長王定宇 所以我說那個情況跟他 現在發生的這件事的 這個所謂的分租 應該是不能類比 不能類比是因為是說 畢竟他發生那些事情 是兩個人分租房間 我們那時候大學生是 學長學姐是一群人 在分租一層樓或是一棟房子 我覺得這是不一樣的狀況 事情其實就是要 他自己本人對外界說清楚 我覺得誠實以對是最好的方法 那還有你扯了那麼多 那扯100個黃 來圓一個黃 那如果圓不了的話 只會讓事情更糟糕 因為我想說那大學生 大家分租房子很正常 因為這是在大學時代 我想說那大學生是蠻普遍的一件事